今天要介紹Squatch 這是更新2.0之後跟原本1.4版本的差別 現在就是 我來看一下齁 我現在在這個 按錄影 我現在在它的整個 還沒按錄影 有啊 在 在這邊的設計方面 我把那個 就是新增的一些 那個 Lock 貼出來給你們 就是一個 這樣第一個 以前我們是不是 在做那個 開始的時候 是 就是當起始點 或者是 接收到訊息 然後這次呢 它有多一個功能就是 偵測的功能 就是 像那個 有分 10.10的話 就是 當你的音量 因為它這個 之前就是可以 測的音量大小 然後當你的音量 大於10的時候 它就可以開始 然後 還有像底下的 Timer 就是 因為一開始這個 只要當 預期點的時候 它的Timer 就會開始計算 所以 這也是一個 可以拿來當開始 的一個 變數 所以 Timer 就是以前 我們是要用那個 要用就是 Timer到多少 所以要用 那個 廣播 現在就是可以 直接在這個 裝塊上 直接用 然後還有做一個就是 這是 比較新的功能 就是 它的那個 螢幕的動作 現在就是 這裡 一開始的話 你就是 要把這個 Video 然後 如果你有網路 攝影機的話 就是 你會看到 這後面 會有一個 你現在網路攝影機 所拍的東西 然後 它 這次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偵測 網路攝影機上的 動作的大手 然後可以 去產生出一個 數字 然後 它的數字就是 大概是 0到50 是差不多 一般就是 你能做到的動作大手 所以 它就可以偵測出 你有沒有做動作 有的話就可以開始 然後 這是這個 轉過來 然後 還有 這次就是 以前 我們 STOP的話 應該是有分 就是 停止尺段程式 跟整個程式 然後這次是把整個在一起 有分說 第一個是 停止全部 然後 第二個就是 把尺段程式停止掉 然後還有 第三個是 之前沒有的 就是 可以 停止這段程式以外的動作 然後 還有 就是 以前 我們是不是 假如 都要做 同樣的一個角色 然後 可是 動作可能是 相同 或者只是位置改變 啊 我們就必須再重新 再 做一個角色 所以它現在 有做一個功能 就是 做角色的部分 它就是 當 當你想要製造出 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就是 在你要適當時期的時候 放下這個 它就可以製造出一個 跟它相同的 或者是說 如果有多個角色的話 這裡就會有 好幾個角色名稱 你可以 靠著它 做到某個動作的時候 製造出另外一個角色 然後 這邊呢 這個是指說 因為製造出來之後 角色就沒有任何的 那個程式 它只能 停在你原本設計的那個位置點 所以 這個 這個 開頭就是指說 底下的程式是 那個角色副本要做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 當你時間想要把它刪除的時候 放這個 那個 角色副本就會消失 然後 這一次還有一個 新的 功能就是 它可以把 時間可以交出來 就是 跟之前不太一樣 以前 只能叫秒數 現在可以交出 正確的那個 年 跟日記 然後 還有 比較新的就是 它可以製造出一個 Vlog 以前我們 就是 像我們之前 學那個 C的時候 不是就講說 那個 前妙選幹嘛 這就有點類似 它是 還是把 它可以 它可以做 這個 它可以做 數字的處理 還有 計算 或者是 最後一個 我還確定它的意思 然後 我最後一個 是那個 也是 字 然後 它就是可以 可以從這上面 直接拉 有點像變數 的功能 然後 還有 就是 你們可能 如果有去看 其他人的那些 專案的話 你會發現 有些 像什麼 HIGH SCORE的話 它是有很多人一起玩 所以 創紀錄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 紀錄 因為它是用這個 那個 變數 一下有一個 這個 就是可以存在那個 網路上 它就會把那個 你設了變數的數字 給存在網路上 這大概就是 現在的行動 然後 我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